哈囉大家好 我是倩倩你的育兒好朋友 嗨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神隊友人夫妾 我是小三寶星星 跟大家打招呼 養一個孩子究竟要花多少錢 我們現在已經養到了第三個小孩了 應該有資格來發表一些些意見 因為呢 剛好前陣子的 我們在YD下面留言 有一個粉絲跟我們講說 他們夫妻兩個人 在台北 然後薪水大概7萬塊左右加起來 住家裡關係 所以不需要繳房貸 那也不需要繳車貸 聽起來很好耶 他們說這樣子的話 有辦法在台北就是養一個小孩嗎 碰巧呢 我們本來就打算要做這個主題 我們的同事 還沒有結婚生小孩的 我請他們幫我們列了一份 他們心目中認為 生小孩應該有的花費 我們今天就針對 他們認為的這些花費 以我們實際的經驗 跟大家做分享 看了那張表之後 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太天真的 他們在蒐集資料的時候有跟我說過 有一個人分享說 把小孩養到大學畢業只要兩百萬 兩百萬 有這麼容易嗎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要聊的就是關於懷孕的部分 從懷孕就開始 對 因為畢竟要先卵子遇到精子 要有受精卵 我們才有辦法有孩子 所以我們先聊 懷孕產檢會花多少錢 我們的小朋友 覺得懷孕產檢大概要花 10萬塊 他們有把他們估算的成本算起來 就是每次產檢的過後會大概 150塊 10次就是1500 還有就是糖氏症的檢驗 潤醇糖尿的檢驗 指甸前症的篩檢等等 加一加8000到1萬左右 老實說現在因為都會有那個照曹燕波 又要看喔 因為有些診所他不會收照曹燕波的費用 但我是在何欣申的 他是有另外收的 費用加起來就會比較高 我覺得這樣產檢下來 保守估計六七萬跑不掉 光產檢 對就是每一次去掛號啦 然後做了什麼 頸部透明袋啦 水高層次啦 中間我們其實做了好多好多 自費檢查 對自費檢查 可是我覺得這也要講 因為我們第一胎 就是他還年輕的時候 不會跟這上面的數字差多少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不是在何欣申 但是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我們就很擔心 小孩會不會有一些什麼樣子的異狀 或者說 他即便真的有什麼問題 我們把他生下來 我們可以提早就知道他的問題 然後提早在黃金時期就去做應對 原本像有一個東西叫做那個 羊毛穿刺 可是因為我其實是擔心 會有有產的風險 我選擇做的是NIPT 那只要說你的數值沒有異常 你就不需要再去做羊毛穿刺 但那個就比較貴 那為什麼他會有兩萬多三萬多 什麼樣的差別 是因為他們還會檢查之外 他會說順便幫你檢查其他的 就是你檢查項目越多 他就越貴 那懷孕產檢的過程中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要吃孕婦的那個營養品 看他上面寫說大概是三千元 想我應該買了大概兩三次 然後每一次就是買 六千到八千不等 孕婦維他命啊 魚油啊 鈣啊 鐵啊 葉酸 葉酸 就是都買 軟凝子 軟凝子就是都買 醫生都會建議要買 對啊 其實他們都會講 那生產呢 有分自然產跟婆婆婆產 他們這邊查的資料是說 自然產來說的話是 兩萬一 因為我們上一支影片 對我寶媽有分享說 他生一個孩子大概一萬塊 可能包括你住的病房等級不同 然後價錢會有波動 那我生產的地方都是那種 私人醫院 第一胎呢 我付產的費用大概是五六萬塊 那我到核心呢 然後就直接變十二到十萬 自然產的話在核心的話 聽我朋友講大概是七萬多 然後再來的話是 坐月子 你看看他寫多兩支 等一下我問喔 他媽帶 所以只要爸媽的餐廢 他說就是給爸媽六千塊 讓爸媽來坐月子 阿媽 這你就做得來撥掉一個月子 做月月六千 這比方物我還不如耶 接著有去月子中心 然後有去月掃 月掃的部分呢 我寄的人 九萬到十萬 我只寄的加食材一起 大概付了十萬出頭 然後如果說是月子中心的話 其實還蠻看等級的啦 也有那種就是 一天六千塊的 如果一天六千塊 你算三十天就是十八萬 十八萬 那也有那種一天可能一萬五的 一萬五是三十天是四十五萬 一分錢一分會就是 就是看大家怎麼選擇 再來的話是小朋友的 為什麼拖嬰費變成二十一萬 零到三歲 都有爸媽幫忙帶 然後一個月呢 一樣給爸媽六千塊 六千塊一年就是七萬二 然後零到三歲三年就是二十一萬 那像我們沒有拖嬰狀況 我們是那一代啊 如果是你拖嬰要找 拖嬰或是保母 大概費用 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是去公司上班 所以他們幾乎就是做完月子 小孩子就送拖嬰中心了 那拖嬰中學費用不太一樣 就是一萬八到兩萬出頭不等 兩萬的話 兩歲的話是二十四萬 二十四萬乘以二 四十八萬 大概兩歲或兩歲多的時候 就進入幼兒園的幼兒館了 然後又是另外一筆費用 再來的話就是小朋友的醫療費用 大概是三千九百元 就是有新生人篩檢啊 心臟病檢查 就是小朋友都是很健康的情況下 去做一些基本的檢查 好像也差不多是這個錢啦 他可能漏算一些東西 有感疫苗費用 太小你只能自費 我們去打的診所一支是九百塊 那一年打一支 光這邊就三千六了 小朋友在兩歲以前 有非常多的預防針藥打 什麼白喉 白日殼 B肝 A肝 日本腦炎 很多都是自費箱 那以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日本腦炎我們是自費 輪狀疫苗我們是自費 A肝跟水痘也都自費 我記得一支大概都是兩千三千左右 弄一弄可能會到兩萬塊左右 那接下來我們針對生活上 食、衣、住、行、育樂 差別在哪裡 他們覺得說 平均拿一個月 奶粉前大約是兩千四 喝到三歲 所以是大概 八萬六千四百元 那像我們兒子就是喝到四歲半 還在那裡 我覺得他們這個算蠻有Sense 然後奶瓶的部分呢 它是寫說大概五百元 然後六支輪流使用三千塊 我可能要三年啦 你覺得玻璃是有機會 但是你變得是奶嘴還是要換 但我記得我們第一台也蠻愛玻璃的 但是它的損耗比我們想像中多 六、七、五、敲到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後來就是我們有買那個貝青 它就是用矽膠玻璃奶瓶 哇那個整個超好用 但是那個絕對不是 一支五百塊 六支可以用三年 我個人就是玻璃啊 PPS5我都會買 你看一個小孩 一天要喝幾支奶 六支奶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們就是天洗一次 然後一次就是六支奶瓶 所以你最近都說你很累 因為他最近洗的奶瓶非常的多 沒錯 替換個奶水應該還是要到五、六千 我覺得應該五、六千跑不了 那奶瓶消毒鍋呢 他們估算是三千 那其實現在滿多機種啦 三千其實差不多 然後再來就話是兒童餐桌 它是寫是兩千五 兩千五呢應該是買到非常非常簡易的吧 像我們家的餐飲就是用比較好用的 超大的餐麵啊 然後拔起來就可以拿去洗 而且同時還有就是安撫衣的功能 它可以躺 那我們買那個餐飲大概是五千多塊吧 然後再來的話是兒童餐具 它是寫一千二 很難估欸 因為它會有小寶寶副食品的時候用的餐具 學吃飯的時候會用一些吸盤碗 自己都會吃了 又會有不同的碗盤 最少要個三千 是只買一個 然後一直用的情況下 對 再來他們有寫說 一歲以後的伙食是十二萬 那請問0到1歲是不用吃飯了嗎 喝奶就好了啦 不行啦 4月開始之後就會吃副食品 0到1歲如果從開始吃副食品開始 我覺得應該就要五、六千了 但是如果你帶去阿公阿嬤家吃就0元 對沒錯 阿公阿嬤家什麼都不用錢 他們的算法平均每個月是兩千塊 兩千塊除以三十天等於每個月大概有六十六塊的餐費 你看我餐都不只這個錢了 其實一餐大概就是 我覺得我就做到大概一百五左右 這是只有晚餐的部分 這邊四千 假日的話呢 你會額外再多八天是要吃別的東西 每天再多三百塊兩千四 一個小孩一個月的伙食費是七千塊 差不多 其實已經很省了 而且有時候其實爸爸媽媽也會想要買一些比較好的食材給小孩吃 算起來也不見得比外食還便宜喔 所以七千塊算是一個很保守很保守的數字 然後再來是一的部分 衣服呢因為又是蠻看個人的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會有人送他恩典牌 我們還有一個很好的朋友自己做 可是他不如是自己買的啊 欸但便宜很多啊 他又可以自己的設計啊 然後大家小小可以自己挑戰 那個真的是例外 很少人會這樣 太優秀了 真的 我們算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好啦 其實不要講工作啊 是我自己愛買啊 就你愛買咩 我沒有辦法計算我花多少錢 但是我最近一次幫琴琴他們買的衣服 大概就花了兩萬塊 冬季一萬 春夏一萬 一年就大概兩萬塊 以我們家來講可能再多一點 三萬可能差不多 但是他這邊我覺得他也沒有算得很省 他每個月製造費一千萬 等於一年大概一萬八 其實這個是有一個省情的方法 第一胎生完之後趕快生第二胎 然後性別一樣 就會有分母來出這個費用 變成瞬間 費用只便宜一半好省這樣子的感覺 那再來的話他們有算尿布的話 他們算是每個月三千 然後零到三歲 十萬名八千左右 我這裡大概算了一下 我們買了尿布大概平均一片大概八九塊 那我平均一下大概一天六片 然後365天乘以三年 大概六萬塊以內搞定 他們反而多算了 可能我們家 鋼鐵屁屁 其實一天大概換五六次 我覺得好像都沒那麼多 鋼鐵屁現在大概一天就是 照三餐跟睡前換 就是 其實他的尿布都吹得很強 這可以講嗎 他的總部吹得好強喔 好這就是省尿布的秘訣 沒有啦這不行啦 這個是不要亂教啦 然後再來的話是型的部分 最基本的一定要有一個杯巾 然後要有嬰兒車 杯巾的話要算大概五千塊 五千塊是可以買到不錯的 當然還不錯了 嬰兒車他寫是五千塊 就是我覺得比較好的嬰兒車的話 就大概一萬左右 但是也要看你選什麼車 因為車也是有分輕量的啊 戰車級的啦 當然也有那種超級便宜的那種 戰車之類的 可是那個東西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心生而作 所以其實還是要看買什麼樣等級的車價 氣座的部分呢 我其實不太建議買那種 零到什麼12歲的那種 像零到一歲的西式的階段 我們最喜歡用的氣座就是提籃 他睡著就這樣好睡 你沒事吵醒他幹嘛 一歲到四歲的時候就會換氣座 四歲以上就會換成家糕點的氣座 那這樣子的費用算下來 我覺得應該也有五萬塊左右 我們家的話 再來是育的部分啦 是幼兒園的學費 他們估算說一個月大概三千元 然後是三到六歲 總共三年 當時是七萬二 他應該少算 他算了兩年 三年是十萬八千 哇你這個要很幸運很幸運 我跟他說 他說 馬祖不用抽啊 馬祖不用抽 我說我就等你生小孩 為了這個東西回馬祖那天 他說嗯馬祖不錯 我們家呢就是 不是那麼好運氣的 所以我們就只能 就念私幼這樣子 對 再加上就是其實私幼的時間 比較配合我們的工作時間 對 大概跟大家分享 就我們的好了 我們念的學校大概 其實跟剛講拖音差不多 大概一萬五 註冊費平均分擔 六個月的話 應該在四千五千 我們之前計算的時候 是每個月大概一萬九 我們還會給他補一些才藝 就是額外再加四千塊 啊然後還有制服 這樣平均分擔下 一個月應該要兩萬 一年三十萬就在那補 兩個小孩就六十萬耶 三個小孩就十萬耶 都生五個 真是 還有 然後再來的話是樂的部分 他算說平均每個月五百 六年的話是三萬六 我覺得一年就超過 我覺得一個學習的黃金期 就是三歲前後 我們家用非常多 各種各式各樣的 玩具也好 教具也好 或者甚至是運動輔具也好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時期 他們需要非常大量的活動 他們瘋狂的需要這些所有知識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還有訂橋虎啊 訂康軒啊 還有親子殿下啊 的確他也非常喜歡 你會覺得說他真的對這個有興趣 很棒 等一下興趣變到那邊的 其實我們不會覺得說 哦這樣不好 對啊 小朋友就是要多元嘗試啊 他才幾歲而已 不要想要一次訂終身 對然後我們又想要讓他選游泳 游泳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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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都會覺得說 學才藝好像是很痛苦 當然自己還是希望 小朋友可以多接觸嘛 他去上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每一堂課 都非常開心 他都很快樂的 對而且他會跟你說 我禮拜二要上什麼 禮拜四要上什麼 這樣 我覺得跟現在的課程 設計得比較豐富 活潑有關係 我明天比較死板 包括我們看的雜誌 跟教材 跟書 跟一些教具玩具 都會加入一些 可能啟發孩子的元素 然後他就會更好玩 人家都說 欸現在的小孩很聰明 是因為他們很小 就是接受很多很多的刺激 所以他們當然就是 腦部發育就會變得更好 所以玩具啊 書啊 教材啊 還有才藝科照片 我們算是投資還蠻大的 對我們希望說 可以在學齡之前 然後幫他培養好 這些閱讀的習慣 像我們就還蠻明顯看到屁堡 結果發現他特別喜歡做實驗 然後他也很喜歡就是 人體啊 醫學方面的東西 然後他也很喜歡畫畫 科學的他也很喜歡 他都會問我說 欸為什麼東西會掉下來啊 然後或是一些太空啊 說真的 你如果沒有讓孩子多元的嘗試 你怎麼會知道他喜歡的是哪一個 或者什麼適合你的小孩 玩具啊書籍這些費用 我們要怎麼購算 他們是估六年三萬六 我說我們一年可能大概就在這個數字 就差不多這個費用 但是當然會有一個尖峰啦 你說零歲到兩歲可能沒有這麼多 那但是兩歲三歲之後呢 他的大肢體動作 小肢體動作越來越豐富 情緒表達什麼都更清楚之後 你就會希望給他更多的刺激 再來的話是一些額外的開箱 比如說 一通澡盆啦 奶嘴啦 貝啦等等之類的 他算的話是說 大概就是 三千多塊錢 他這邊就寫三個嘛 都不會不見 然後不會破 等棒 我們家呢 如果以三年計算 大概是要三十個 三十個奶嘴 總結下來 零到六歲 小朋友從出生到幼兒園 他們覺得花下來的費用是 八十一萬三千七百元 是一個非常夢幻的數字 不會啊 搞不好兩遍阿公阿嬤加起來 互相去分擔 搞不好連十萬都不用 因為有阿公阿嬤 像我們稍微在教育方面 跟玩樂方面 我們稍微投入多一點 對 但即便把這些東西拿掉 我覺得你零歲要講到六歲 一百萬也跑不掉 我們覺得很樂觀 他都顧到八十幾萬 你的小孩如果已經拉拔到國小 你的錢 變成這個樣子 哈哈哈 你喜歡的樣子 這裡要跟大家說 你不要想說 養個小孩至少一百萬 那我是不是要存到一百萬才生小孩 我覺得 想生就生 把它生出來 你真的自然有你的方法 把它拉拔長大 而且我覺得 小孩會給予我們人生不一樣的動力 你在世界上面 會完全有不同的做法 就人家講的小孩會帶財 我覺得是這個觀念 回歸到一開始損失的問題 七萬塊有辦法養個小孩 你看我們剛剛講 零到六歲 對 假設要花費一百萬 對 一個月大概 我看多塊 幾乎算兩萬塊好了 對 那我覺得夫妻兩個人 如果說收入是七萬塊 很可以啊 沒有房貸 沒有車貸 是 是很可以的 然後就是 孩子之後的那一個 心裡的滿足跟富足 是很不一樣的感受 對 我們就是勸升大隊 自己升三個還不夠 還要勸大家升 那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裡啦 大家要記得追蹤我的粉絲團 欠欠育兒生活好好玩 還有我的IG CHIN CHIN99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喔你剛剛真的是拖很久的時間 你知道中間我就眼神變臉了幾次 他一直落塞 一直落塞 一直補 一直補 耳心死了 我的腳一直感觸到 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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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加你的 feu 大家可以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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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